今天我们搭地铁去海边 这个地铁站叫做港下北站 在深圳的市区 我们先过安检 包包过安检 保证安全 好了我们要过炸鸡 在国内我们普遍都是用微信的乘车码扫码进站 非常方便 这个地铁站是深圳最大的地铁站 它被称为深圳之眼 设计理念充分体现出深圳的科技创新精神 因为深圳是一座以科技文明的城市 大家看看这个最大的深圳之眼 非常壮观 这座城市聚集了很多IT精英 国内最大的IT公司 腾讯总部就在深圳 深圳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 它发展很迅速 就像这个城市努力拼搏的年轻人一样 他们日日夜夜的努力 其实就是在照亮自己未来光明的路 好了这个站非常的大 因为它是很多号线聚集的中转站 很多人都在这里换成不同的地铁线路 所以我们要走一段路才能找到自己要去的地铁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深圳之眼 照亮了你上下班的路 照亮了你的未来 每一个艺术设计你都可以用自己的感受去理解 毕竟艺术就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品位 不同的看法 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要搭乘的地铁线路 2号或者8号线 搭首幅电梯下去 找到了我们的地铁线路是左边这一边 列车进站 太巧了 一切都来得刚刚好 站在黄色地标线以外 在公共的地方要遵守公共秩序 体现出一个人的素质 毕竟这是一个大城市 无论在哪都要遵守秩序 先下后上 因为我们要搭很长的一段路 所以我一般都会看书 因为看手机眼睛太疼了 好了到站了 太棒了 开门 下车 太幸运了 下车的地方就靠近首幅电梯 嗯 靠右站稳 但是 我们有一点点赶时间 所以走几步 我们地铁站内都会有不同的设计 比如说 这个地铁站靠近海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天花板的设计是海水的蓝 湛蓝色 我挺喜欢这种设计的 因为蓝色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能够联想到大海 好了 再走几步就可以走到炸鸡前准备出站啦 在这里出站 在这里出站也是一样的 打开微信的乘车码 然后扫码就可以出站啦 我们看一下是哪个出口 嗯 A出口出来 估计又得坐首幅电梯 因为地铁都挖得挺深的 拐脚过去看看 果然要搭首幅电梯 当然也可以走楼梯 好了 在搭电梯的时候 我们打开地图 搜索一下 这里离目的地有多远 嗯 确定了 出站 一出站就是海边 太漂亮啦 有一棵许愿树 那我把手机放好 许个愿吧 我到底许了什么愿呢 我也不记得了 好啦 许完愿 我要去感受海风的洗礼 我太爱海边了 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国外旅游 我都喜欢去海边旅游 我最近去的两个国家 就是斯里兰卡和巴厘岛 好了 我们搭了很长的一段路过来 所以有点口渴 想喝点东西 吃点小吃 吃下午茶的时间也到了 我看到路边的摆摊 有卖鱿鱼的 好新奇啊 这么大一串鱿鱿鱼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摸了一下 发现是假的 嗯 不喜欢吃鱿鱼 看一下别的 好像都不是我爱吃的 我看到了果汁 嗯 有西瓜汁和椰子汁 我还看到那里有人喝天然的椰子果汁水 我要看一下到底是在哪里卖的 我问路边的商贩在哪里可以买到纯天然的椰子 他跟我说就在路边 我看见了 我好激动啊 激动到我都没有看到那个牌子写的是 付款请到店内收银台 好了 我终于看到了 嗯 所以这是需要进里面付款 再拿着小票出来选椰子 我看到镜子好自恋啊 检查一下仪容仪表现 好啦 我到收银台啦 嗯 一样的是用微信扫码支付 在中国 我们几乎都是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 我们几乎不用现金 用现金反而很麻烦 我记得我有一些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 他们用不了微信和支付宝只能用现金或者金用卡 非常不方便 因为很多店银行 因为很多店银行或者低市司机 他们都没有现金零钱给你 好啦 这里有个阿姨在招待我们 我们要挑选一个又轻便 不多椰子水的椰子 好啦 挑到了一个 阿姨拿起刀具 帮我们把头部和尾部的那些梗都砍掉 方便把椰子放在桌子上 看阿姨这一刀一刀的砍下去 手法非常娴熟 好啦 这个弄好了 我放一根吸管进来 尝一下 嗯 非常甜美 我非常爱喝椰子汁 好啦 我唐姐的也准备好了 捧着椰子出来感受海风的吹拂 这种感觉 非常有热带感觉 虽然这个天气有点灰蒙灰蒙的 没有太阳 但是能够看到大海 我已经很满足了 喝完椰子 我们散散步 看到环卫阿姨在打扫 有他们在城市可以很整洁 非常感谢他们 有一个人偷拍我 我去看一下 拍的怎么样 嗯 还行 他让我付款 他就可以跟拍 拍很多我的照片 最后我还是拒绝了 因为在中国很多景区 都会有这种摄影师 偷偷拍你的照片 然后走上前来 问你要不要付钱拍照 我几乎都是拒绝的 好了我们去散散步 这里有一个小月亮雕树 提供给游客摆拍 我还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 我还看到有人在冲浪 我太激动了 因为我非常喜欢冲浪 我人生第一次冲浪是在巴厘岛 当时我才是第二遍 我就站起来了 我非常自豪 可能是我的平衡能力比较好吧 好了我们继续散散步 看一下前面会是什么 会不会再遇到一些惊喜 走累了 停下来看看海水击打礁石 这种感觉真的很治愈 好了我们继续往前走 寻找惊喜 嗯 有个小baby 好可爱哦 他想给我打招呼 好了我们继续散步 在海边散步真的很舒服 令人心旷神疑 我非常喜欢大海 大海很辽阔 大海的辽阔 让我们感觉生活中的烦恼 都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 在壮阔的海洋面前 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啊 我非常喜欢看海 我甚至可以静静的看着海水发呆 看着海浪一波又一波的拍打着岸边 那个时候心情就瞬间平静了下来 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冲刷得一干二净 好了 到了晚上 我们肚子也饿了 我们找了一家海边的度假酒店自助餐吃海鲜 因为我们既然来了海边 我就喜欢挑环境好的面朝大海吃饭 我觉得生活需要有仪式感 因为我们难免会遇到枯燥的生活 这个时候就需要选环境适合自己的 能够安静的享受 好了我们要吃晚饭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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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